第七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WHA瑞士日内瓦登场 卫福部长陈时中前一天先和世卫行动团在场外拉布条 表达加入WHA的强烈意愿 遭受中国打压 台湾已经连续三年没有接到邀请函 这次世卫行动团还是前进日内瓦争取支持 台湾参与世卫的议题在大会将上演二对二辩论 盛文森卫生部长布朗去年力挺台湾今年也将为台湾发言 二对二辩论中预计将有四位友邦接力为台湾加入WHA说话 这次世卫行动团两天来已经跟我国四个友邦 和另外一个无邦交的东南亚国家完成双边会议 之后预计要跟美国日本等大国进行会谈 场外标语宣传车还有观光三轮车非常吸睛 台湾无惧中国压力要走出自己的路